我除了4比0預測不準之外 我還在主持人節目講說 我認為在立委補選之後 韓國瑜的民調會繼續領先 結果沒想到出了這個 新台灣國策智庫的民調 3月18號 就是賴清德領表那天 中斷了你的預測 沒關係 今天立刻補兩個 萬萬中時的 還有兩岸政策協會的 所以目前來看 就2月20號是第一個 蘋果日報第一個把韓國瑜 納入民調裡面一路下來 這個都有資料可以查的 那目前的連續的十個民調 韓國瑜是九勝 但是主持人我要挑戰九勝 我要挑戰那個 我突出的那個部分 你看喔 新台灣國策智庫 他民調他的發佈時間是3月18 賴清德領導登記時間是3月18 你要跟我講說是巧合嗎 我很保留 然後他做民調的時間 因為我們很多這個 像賴教授都專家 請大家看 3月16是立委不選 這早就決定了 你民調的調查時間 怎麼是3月12跟13呢 這個我很懷 因為觀眾朋友你要聊的時候 做一次民調好幾十萬 你這個時間做我很奇怪 沒關係 你喜歡這個時候做 我也沒關係 這個我跟大家解釋過 是顧寬敏先生 高志鵬 檔蒂東 這是他的背景 他是目前唯一一個韓國瑜 不是第一名的民調 他的背景是這樣子 那你看喔 他做國民黨的互比 朱立倫 王金平跟吳敦義 朱立倫獨走嘛對不對 43% 可是呢很奇怪喔 他把韓國瑜放進來之後 欸 王金平變第一名了 朱立倫怎麼變第三名了 我也從來沒看過 韓國瑜的民調竟然會輸王金平 這是國民黨互比 我也無所謂 觀眾朋友我心情大便都過 你有沒有去信問他說是不是物質啊 沒有 這個是他這個 他的公佈的資料 我這個這個都是都是有所本的 那我也沒關係 就是說你互比是韓國瑜輸王金平2.5% 沒關係 對比是賴韓科 然後輸賴信德0.6% 我也OK 但是這個是在誤差範圍之內 那我剛剛講喔 連續10民調是韓國瑜9勝嘛對不對 這個 這個 我必須這樣講 但是啦 主持人這我的結論 在我心目中他是10連勝